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网友们大家星期六早上好 我这是在英国 跟您分享一些香港的新闻 你们好吗?你们好吗? 我非常高兴 又被你们看到 我看不到你们 有些非常细心的网友问我背后的这个 大盆里面 哎呀很沉 我给大家看看 这是我家后院的叫香薰草 我这是烈日下 摘了很久 每年的这个季节都会有一些香薰草 要花很多时间 摘了我的腰疼 用剪子剪 然后把那个草根那些部分都剪掉 然后只剩下这个香薰草的头 把它放到小包里 放到大包里 然后送给朋友 分享我们这点小丰收吧 好谢谢你 很香的很香的 真有希望有一天能寄给你们 今天发生了什么 再说香港 我们还是把眼睛关注在香港 因为我相信香港的这场 我们不管它叫什么吧 它已经是成为全香港的全民运动 它真的不是所谓的一小撮人的 什么学生运动 什么暴徒运动 已经是充分证明了 在香港此起彼伏的这些示威和游行 今天10号正在发生的事是什么呢 是在香港大捕 大捕区是在新界正在发生的是一场游行 然后警察已经在街上站好 然后很多示威的游行人士大声的高喊 香港警察 警察执法犯法 然后还大喊黑社会黑社会这样 听到那个喊声已经是充满了愤怒了 不是最早的比较平和的了 因为香港的警署警察已经在不断的镇压 而且催泪弹放了1800发到目前为止 然后又逮捕了一些无辜的市民 所以再静下来的游行已经是充满了愤怒 还有一件大事 现在正在香港岛发生的是一个 叫保护孩子未来亲子游行 我刚才看到很多妈妈们都出来讲 都是普通的母亲呢 普通的女性背着一个包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她们的 要保护香港 保护我们的下一代 所以都是听上去很感人的 因为我现在看这个状态呢 真的香港已经是让世界灌目相看了 我们原来以为的香港人呢 确实是懦弱的 是找钱的 是只为生计而奔波的 但是他们为了保证未来的生计 保护他们未来的家园 他们在做着让世界灌目相看的事 所以我也感觉到是值得我们更多的时间关注吧 这是说今天正在发生的事 另外昨天的在香港国际机场的静坐 这个是要进行三天 今天是第二天 刚才也看到一些现场情景 这些示威游行的人士还是非常的有激情 一些推着车刚刚下飞机的 这些乘客走过这个过道的时候 他们就大声的呼喊 像制造影响吧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其实现在我们为什么说香港是一个全民运动呢 这个全民运动呢 是在6月9号到今天的8月10号 没有停止的这个示威游行 基本是全香港都发生了出现了 只有香港的一些岛屿 像香港的南亚岛啊 长洲啊大澳还有平洲青衣 香港有很多小岛的是很青山绿水的 这些小岛还没有发生 我相信他们也会出来到香港岛去参与 或者是十星街去参与 另外呢我想分享一下 为什么说已经是让世界刮目相看了 就光现在看到的整个世界的媒体 已经有很多直播录像 像我们刚刚看到的 我刚才仔细看了 是BBC News 是中文台的 BBC News中文台一直就有跟进 跟踪中国的一些现况 其中有一位BBC News的记者 他是个英国人 好像还会说点普通话 他就深入到新疆 集中营去进入一些真正清零现场的 调查跟直播 然后BBC就是英国的广播电台公司的中文台 而专播新闻的这样一个台 大家会在其他视频上看到 BBC News中文台 然后他们也是有一些照片 有一些真实的记录 大家会看到 关于新疆的集中营的事 另外还有美国的 我所看到的 新闻媒体叫CNN 就是Cable News Network 这是他的全称缩写 就是CNN 大家记得这个台呢 就曾经有一位非常漂亮的主持 叫Trash Reagan 他还记不记得他挑战中国的一位新闻媒体人 也是很有气质 很有风度的刘欣女士 刘欣女士之后也被挖了很多她的背景 还有她的家庭是她也是拿外国护照的 她的孩子都拿外国护照 诸如此类 好 我们就是长话短说 这是新闻媒体 这是世界级的 那还有在香港的 这些小的自媒体 还有私人都有官方的 私人的讲 像说这个香港花生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花生 这是其中一个媒体 他们在探讨 香港人的这个恨景 惆景的这个情绪 等一下我再给大家多分享几句 还有一家是AM730 AM在英文呢就是上午早上的时间 可能是这个意思就是 早上7点半吧 7点30吗 730 这家也是都是比较有正义的 还有一个叫852也不错 大家看看那位 游先生是非常有幽默 而且语言非常犀利 又很快速的广东话 可能展示大家还不会太听的明白 他说什么 他是非常有特色 有才能的主持分析人 另外呢就是台式新闻 TTV news 台式新闻就是中文的了 TTV news 就是新闻的意思 TTV呢就是台式新闻的缩写了 台湾新闻 台湾电视新闻 这个新闻现在 这个电视台是直接在做直播 我相信香港的示威游行到现在 因为反送中 我相信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 一个所谓的示威游行了 他确实牵扯了太多的世界的这个 关注 另外牵扯了台湾 为什么台湾人 其实有很多电台电视台在 在看在讲香港这次全民运动 那台湾人一定是这样了 这在邻居家发生的事吗 他分分钟看到香港的发生的事 他自己要看要学 而且很紧张 香港的这发生的事情 会不会在台湾发生 这是非常自然的关切和自然的担忧 而且中央政府 中国那边把蔡英文 说成是这次香港运动的黑手 幕后黑手 我实在没法想象 蔡英文怎么会成为幕后黑手 香港人不需要任何人了 他们自己就搞定了 所以很怪 然后还有呢 另外一个大媒体是 香港大纪元跟新唐人联合直播 这是我们看到是非常真实 非常客观的一个电视台 有很多前线记者 他们都是吃了很多警察的这个催泪蛋 而且他们有的真的是肺部很不适 还有咳嗽还有吐血 我看到 当然情况有严重的有不严重的了 那可见他们这些前线的 就是第一线的时间的 在警察跟示威游行者之间的一些新闻记者 他们真的可以说是枪林淡雨了 另外还有一个叫 叫贝雷频道 贝雷就是 香港人说叫 其实是草莓的意思吧 那可见 香港二百万人之后 一直全香港社会已经出来 对这个无能的香港政府进行了示威跟抗议 他们还在大声的饥喊 就是要解决这五大诉求 所以是一个还没有完成的一个运动吧 那我最后这点时间跟大家讲讲香港人呢 他们现在目前出现的这个仇警的 对警察呢 确实他们有愤恨 这个愤恨呢 这个愤恨呢 非常遗憾 他们就说 他们 第一就是 有一个分析说 90%以上的示威者 或者90%以上的人呢 仇恨警察 这是正常的了 因为警察是国家的机器嘛 他们自然是按命令做事 按这个香港政府发下来的条例来做事 这个没有问题 但是呢 香港的这些示威者呢 非常好 我刚才看到就在大补的 有一个女人就对着警察就喊 她说 你们回去吧 你们 为什么说 什么叫适当的时候 我们可以走 你们应该回去 然后另外一个男人 也是在问 就是我请你们还是收队吧 他们就是广东话说的 你们还要对付福建帮吗 福建帮还出来打人呢 你还要 你们走吧 你们走了我们就走了 阿萨 阿萨就是先生的意思 非常尊重 我们可以讲道理吗 那可见呢 就是香港这些市民呢 他们不是简单的 就是好像在这反警察 跟警察对抗 其实同时他们也在劝 也在劝警察 他是仇警 劝警 另外他们还要质问警察 他就说还要查问警察 就是你今天拿了你的这个 这个执行 你的警察证了吗 你的肩膀上有号码吗 他们要发现一些很多问题 他们因为很多是中国派来的 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呢 是阻止警察 那议员是他的 议员在香港的作用 就是他的职位 他的责任是可以跟香港的警察对话 但是他同时 他也要跟这些示威游行的人对话 就是说会 如果你在当街不合理的点了火了 或者是冲击了一些居民的房屋了 他们会也会制止警察 还要说你们要冷静 我们是和平立志 然后非暴力 所以 最后还要阻止警察 所以香港人呢 是在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共同意识下 来做这件示威游行 这件大事的 今天就是在发生的 我呢也是利用我这15分钟时间 跟大家分享 我们继续关注香港 希望香港一切都会好 很多网友都说天佑香港 我也这样说 谢谢您时间 希望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 您的中国人 今天答应 看到您表现 事情 发生 这个 扶椅子